今天有一個兩端皆為自由端的弦 弦的線密度是9公克每公尺 弦上的張力是57.6牛頓 如果這個弦含兩端 現在產生駐波 然後這個駐波的波幅是N 還有N加一個的時候 所良得的相鄰波幅分別是25公分還有20公分 折此弦發出的最低頻率是多少赫茲 這個兩端自由的弦在形成駐波 它的機頻就是2L分之V 因為我們N帶1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可是我不知道波數 我也不知道弦長 那怎麼辦呢? 就從題目給的條件來去看 首先 在這裡我們看 如果我的這個駐波 這樣含兩端總共有 1234有4個波幅的話 請問這樣子這條弦上 又會有幾個波長 負點到負點是不是半波長 負點到負點半波長 負點到負點再半波長 所以當我含兩端有4個波幅的時候 這條弦長等於3個半波長 N-1的意思 所以你才會看詳姐這樣寫 假設弦長是L 我今天含兩端有N個波幅 表示這個L就是N-1個半波長 那如果我這邊總共有N-1個波幅的話 那這樣子弦長 上面就會有幾個 會有N個半波長 那題目說 N個波幅的時候 它的相鄰波幅間距是25公分 相鄰波幅的間距 所以詳姐才會寫 二分之爛打N等於25 那就是這裡是25公分 那我總共有幾個 我現在有N個波幅 我就有N-1個25公分 那如果這邊有N加1個波幅 我最後有N個20公分 對不對 N個20公分 他們相同就可以把N給找出來 N等於5的話 N等於5把它帶回其中任何一式 帶回L等於N乘上它的長度 我們就可以算出 它的長度呢 弦長應該是100公分 也就是1公尺 因為你弦長等於N乘20 5代進來5乘20 或者是5代進來4乘25 都是1公尺 好這樣我就有弦長了 那弦上的速度的話 就用線密度分之神上張力 那9公克每公尺 記得要換成公斤 那這邊57.6牛頓 是不用換算的 所以算出來波數是80公尺每秒 帶進去 波數 弦長 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的振動機頻應該是40赫茲 那振動機頻 當然就是題目要問的最低頻率啦